为什么这场游戏没在这里呢? 磯 Ondo 刚刚的开头是不是很熟悉呢? 创造了全球粉丝数十亿的网络现象 知名YouTube频道Smosh近日发布了震惊一切的消息 原老成员Pentani-Padilla下长安东尼正式回归 此一消息无疑将重新点燃全球粉丝的热情与期待 Smosh在2002年起步 一起独特的宝可梦相关创作逐渐崭露头角 从两人的创新与风趣中获得一丝成长 Smosh在2005年开始运营其YouTube频道 并在短短时间内风里全球 该频道于2013年成为全球订阅数最多的YouTube频道 当时的成就无一表明了Smosh在全球范畴内的巨大影响力 然而紧接住的2017年 安东尼选择了离开Smosh 理由是不想被企业约束 他的退出对频道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但他的搭档Ian Hickox依然坚守着Smosh 努力让他继续前进 六年的时间过去了 曾经无比亲近却逐渐分岛扬镳的两人决定再度合作 他们从Mizical Entertainment买下了部分Smosh的股权 得以原有的方式继续他们的创作 这对于众多热爱Smosh的粉丝来说 绝对是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经典回归的第一支影片将在下周推出 关于这部影片的具体内容 尚未有太多的细节被揭示 但这无疑为全球粉丝添加了一种期待 让人们翘首以盼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安东尼跟伊恩依然是好朋友 我要哭了 呜呜呜呜呜 曾经的他们回来了 已经六 七年没看他们两个 虽然安东尼本来就比较顾打扮 但他真的变好多啊 比较担心尺度问题 要拍出以前那种风格有难度 原本没什么感觉的 看到伊恩老妈感觉都回来了 好怀念啊 以前超喜欢 拆伙就没看了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